欢迎来到我们的股市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有几条重磅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日本的金融巨头 Sometamo Mitsui Financial Group SMFG宣布 预计在2024财年的净利润将超过1万亿日元 这比预期提前了4年 显示出其业务的强大增长势头 接下来为了吸引数据中心和芯片制造厂 日本政府正计划制定一项至2040年的绿色能源战略 这将包括改善能源供应、产业布局、工业结构和市场创造等方面的政策 最后一则有趣的消息 因为被称为咆哮小猫的Keith Gill在社交媒体上的重现 GameStop的股票再次出现飙升 这让人回想起2021年那场令人瞩目的股市狂潮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一个充满变数的全球经济环境中 各国政府和企业都在寻找稳定增长的途径 从澳大利亚股市的谨慎开局到日本企业的创纪录利润预期 再到对绿色能源战略的全新规划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主题 在不确定性中寻找机会 根据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的报道 澳大利亚股市在预算日当天开局平稳 而华尔街则略有下跌 美国股市正处于接近历史高位的状态 投资者正等待关于通胀和零售销售的关键报告 标普500指数距离其3月份创下的记录高位不到1% 而道琼斯指数下跌了0.2%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了0.3% 本周即将公布的报告将进一步揭示 通胀压力是否正在缓解 以及对经济停滞的担忧是否有根据 联邦储备系统一直保持高利率以控制通胀 但一些批评者认为 由于持续的通胀压力 央行可能需要比预期更长时间才能降息 在日本 根据Nike Asia的报道 日本的经济活动也呈现出积极的发展 三井柱有金融集团 SMFG预计在截至2025年3月的财年 集团净利润将超过1万亿日元 64.2亿美元 比预期提前4年达成这一目标 该银行预计将宣布 2023财年的净利润增长约20% 达到9000亿日元的高位 SMFG计划在9月底 进行三换一的股票分割 并扩大了与美国投资银行 Jeffrey Financial Group的联合业务努力 该银行正在更新其投资组合 并预计到2025财年 亚洲的投资将为净利润贡献约500亿日元 此外 Nike Asia还报道了日本政府 对绿色能源战略的全新规划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已指示政府官员 开发一项面向2040年的 国家脱炭和产业政策 这项新的产业战略将集中于日本的能源供应 产业位置 产业结构和市场创建 并将在今年编制完成 政府还将修订其战略能源计划 寻求制定 促进无碳能源 扩大电网和鼓励产业 如钢铁业 向低碳过程转移的政策 这一推动 是为了在减少碳足迹的同时 吸引能源密集型产业到日本 从这些报道中 我们可以看到 不同国家和地区 如何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背景下 透过策略性的规划和创新 寻找增长和发展的机会 无论是通过金融市场的稳健管理 企业盈利能力的提升 还是通过绿色能源 和产业政策的前瞻性规划 这些举措都展示了 在挑战中寻找和把握机会的决心 在近期的全球金融与科技新闻中 一系列引人注目的事件 展示了不同国家 在应对经济挑战和科技创新方面的独特策略 从阿根廷政府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支持下 采取紧缩政策 到日本防卫省 计划启动一个美国式的防卫研发中心 以及GameStop股票的惊人回归 这些事件不仅影响了当地的经济与科技发展 还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 首先来看阿根廷的情况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同意释放下一批次的贷款 作为对阿根廷430亿美元纾困计划的一部分 IMF对总统哈维尔 米莱的政府采取的经济政策表示赞赏 这些政策包括阿根廷16年来 首次季度财政盈余和月度通胀下降 米莱总统实施了严厉的紧缩措施 包括削减公共部门工资 裁减国家职位 冻结公共工程项目和削减补贴 尽管这些措施 给阿根廷的贫困阶层和中产阶级带来了困难 但IMF表示 这些措施已经在恢复宏观经济稳定方面取得了 比预期更快的进展 在科技创新方面 日经亚洲报道了日本防卫省 计划在今年秋天建立一个技术研究中心 以开发人工智能 AI等创新应用 这个研究中心将使用AI和图像识别技术开发 能在完全黑暗中操作的自主车辆 并研究使用亚原子粒子和电磁波 从远处探测潜艇的新方法 研究中心将雇佣大约100人 其中一半来自私营公司和学术界 该设施将仿照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 DARPA等机构的模式 在金融市场方面 BBC报道了GameStop股票的惊人回归 在被称为咆哮小猫的基斯 吉尔在线上重新露面后 GameStop的股票再次飙升 GameStop的股票在周一上涨了70%以上 达到自202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2021年GameStop股票的上涨 导致了关于市场操纵的国会听证会 并激发了电影《奔钱》的灵感 这一迷因股票现象 是零售投资者交易量增加的一部分 这些事件展示了在全球范围内 不同国家和地区 在面对经济挑战和把握科技机遇时的 不同策略和反应 阿根廷政府在IMF的支持下 通过紧缩政策努力恢复经济稳定 日本通过建立类似DARPA的研究中心 加强国防科技创新 而GameStop股票的回归 则反映了零售投资者 在金融市场中的影响力 和社交媒体在股市动态中的作用 这些事件不仅对当地有重要影响 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在另一方面 美联社报道了股市的另一些动态 Insight公司计划回购高达20亿美元的股票 而软件公司Squarespace 将以69亿美元的全现金交易 被私募股权公司Parmera收购 腾讯音乐娱乐集团超过了第一季度的收入预期 沃尔格林联合公司 正在讨论出售其英国药房 连锁店BOOTS 英特尔公司据报道 正在与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 就110亿美元的投资进行深入谈判 Chemera Investment宣布了一笔三的反向股票分割 Precision Biosciences 超出了第一季度的财务预期 亚马逊的自动驾驶出租车部门 在两辆车与摩托车发生碰撞后 正在接受调查 在这一系列的金融新闻中 标准普尔500指数和科技重镇的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周一表现相对平稳 雅虎美国指出 与此同时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略有上升 结束了其年内最佳的连续第九天上涨 这一切都是在等待周三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更新之前 该数据将提供第二季度通胀 是否保持强劲的线索 并被视为进一步降息的潜在催化剂 苹果公司的股价上涨超过1.5% 因为该公司据报道 即将与OpenAI达成协议 将其技术引入iPhone 同时 GameStop的股价一度飙升110% 这是在社交媒体明星 吼叫的小猫 Roring Kitty结束三年休息后的最新上涨 这些报道揭示了股市中的各种动态 包括单一公司 如何影响整个市场的盈利增长 以及各种因素 如并购 股票回购 财务预期超标 以及潜在的投资 对市场情绪和个股表现的影响 此外 宏观经济数据 如消费者价格指数的更新 对于市场走势 和中央银行政策的预期 同样至关重要 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 构成了股市的复杂画卷 影响着投资者的决策和市场的未来方向 在金融界的最新动态中 日本青森银行 Aozara Bank 和美国对冲击金管理公司 ArchEgos Capital Management的故事 吸引了广泛的关注 这两个案例 不仅展示了金融市场的波动性 还揭示了 在复杂金融环境中 企业如何应对挑战和机遇 首先 日经亚洲 报道了日本青森银行 近期的一项重大动作 这家银行 将从大和证券集团 Deva Securities Group 获得约330亿美元的资金注入 使大和证券 成为青森银行的最大股东 这次资金注入 不仅为青森银行 带来了急需的资本支持 还标志着两家公司 在房地产和财富管理等领域 合作的开始 尽管具体的合作细节尚未确定 但这次伙伴关系 无疑将为双方带来新的增长机遇 值得注意的是 青森银行在截至3月的财年报告中 公布了约49.9亿日元的净亏损 这次资金注入 无疑是其扭转局面的关键一步 另一方面 美联社报道了 Arch-Eagles Capital Management 对冲基金的创始人 Bill Wong 及其前首席财务官 Patrick Heiligan的联邦欺诈审判 检方指控 Wang向银行撒谎 以获得数十亿美元的资金 用于其投资公司 进而推高上市公司的股价 Wang的律师 则便称其客户无罪 并将证明检方的理论错误 Arch-Eagles去年的崩溃 不仅导致全球投资银行 和经济公司遭受重大损失 也引发了金融市场 对于对冲基金运作透明度 和风险管理的进一步审视 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 雅虎美国 报道了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副主席 Richard Clarida的观点 他表示 在通货膨胀回落至中央银行 2%的目标之前 保持政策利率 在限制性领域是合适的 Clarida在2019年 第一季度的一系列高通胀读数后 修正了他的观点 预计下一次消费者价格指数 将显示4月份的核心通胀率 排除食品和能源价格 从3月的3.8%降至3.6% 显示出一定程度的改善 这三个故事 从不同的角度 展示了金融市场的复杂性 和不确定性 无论是青森银行 寻求资本支持 以应对亏损 Arch-Eagles Capital Management的审判 引发的对投资透明度的关注 还是联邦储备系统对通货膨胀的应对策略 都反映了 在变化莫测的金融环境中 企业和政策制定者需要不断适应和调整策略 这些案例不仅为金融专业人士提供了深刻的洞察 也为普通读者揭示了金融世界的动态和挑战 在金融市场的世界里 每一则消息都可能成为 推动股价飞跃的关键因素 从社交媒体上的 一则卡通图片 到跨国投资集团的并购提议 再到市场对于即将公布的通胀数据的期待 这些故事串联起了一幅 当代金融市场的多彩话卷 CNN报道了一则引人注目的消息 GameStop的股票在一天之内飙升72%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 Keith Gill被网友昵称为Roring Kitty的交易员 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 发布了他三年来的首个帖子后 GameStop的股票便应声而涨 Gill曾是2021年 那场让GameStop股价飙升的 迷因股狂潮的关键人物 这次股价的上涨与公司基本面无关 而是因为Gill分享的一个迷因图片 一个手持游戏机 身体前倾的男子 这被解读位 当事情变得严肃时 Gill在Reddit的WallStreetBets板块 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他自称是一位业余的日间交易员 并表示自己 并非故意引发GameStop股价的狂潮 而在另一边乡 南华早报报道了一则 关于香港上市的仓储开发商ESR集团的消息 来自美国的房地产投资者 Starwood Capital Group领衔的投资集团 对ESR集团提出了私有化的提议 这个包括SSW Partners和Six Street 在内的集团持有ESR15.7%的股份 这个集团于4月25日提交了非约数性 和有条件的提案 但具体的价格和财务条款尚未公开 ESR在2019年于香港进行了 IPO募集了140亿港币 约18亿美元 同时Yahoo US关注到美国股市的最新动态 股市在周一开盘时走高 投资者期待即将公布的通胀报告 这被试为可能触发利率下调的一个信号 标准普尔500指数期货上涨了约0.2% 科技股中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了约0.3%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也上涨了0.3% 继续延续了该指数年内最佳州的势头 这些故事展示了当代金融市场的动态和多样性 从个人投资者在社交媒体上发起的股票狂潮 到大型投资集团对上市公司的并购提议 再到全球投资者对宏观经济数据的关注 每一个事件都在塑造着市场的走向 这些故事不仅是金融市场的一撇 也是当今世界经济脉动的缩影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